加油 感謝 謝謝 謝謝 議員謝謝 議員黨團 憑權力 包含親民黨 包含高經委員 38席 一席不缺席 尤其是我們國民黨團 這兩天的每一個上台發言 我們在場外直播 直播之外 我們還用直播的方式 在臉書在媒體直播 讓我們所有的 軍人 陶責包含公教警 聽到我們國民黨 委員們在議事堂 代表全國的人民 為我們 憲法的尊嚴 為軍人的權益如此地拼 我們非常感動 我們指揮官 年紀比較長剛剛離開 特別腰帶我 還有我們葉將軍 王將軍 黃將軍 所以我們幾位留下來 感謝國民黨 議員黨團 對我們的支持立體 最主要是他們的發言 言之有物 依據憲法 依據法律 考慮到國家的安全 長治久安 以及國軍 對國家所負的責任 國軍軍心不穩 國家安全要靠誰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國民黨黨團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幾位委員 也給各位媒體朋友講幾句話 總招 我想這一次整個國民黨團 我想 當然我們是捍衛正義 而且 民進黨 口口聲聲說要改革 但是啊 我一直認為說 他是假改革 為什麼 因為齁 蔡英文總統 他說 改革要軍工教勞 一起來 但是現在 先從公教下手 那軍啊 因為我們在 立法院院會裡面 每一位委員啊 都盡力 盡全力 來捍衛 但是因為人數少 我們 也真的是 能夠做的 我們已經都盡全力了 但是民進黨 我們看到他們 嘴巴講一套 做又是另外一套 因為 軍改一年其實只有審72億而已 那 公教軍警啊 公教跟警察 其實一年也只有 一百四十幾億的 審下來 總共我算起來 只有 兩百一十幾億 那我們一年的總預算 有 這個兩兆左右 你說 差不多也只有 百分之一而已 只要 大家審一下 百分之一 我相信啊 這個不要讓 我們很多年長者 這些已經退休的 他們啊 到了晚年 身體狀況會越差 那我想身體狀況差的話 當然發揮的費用更多 但是你現在 把它塑集計往 來砍他們的年金 你說 對他們來講 多殘忍啊 情何以堪 所以說 我一直認為說 像 蔡英文總統 嘴巴講一套 座又是另外一套 因為去年的4月3號 勞已經送到未還委員會 他們就放在那裡 也不敢動 也不排審 那其實我們要求的就是說 軍公教勞 你全部審完以後 同步實施一致性 我想這個才叫做公務 但是他只針對軍公教 警察警銷 所以說7月1號 馬上 就是公教 警察警銷 要上路 其實他們最近啊 都收到全訓部啊 這個核算的結果 他們都要去 提 互審 其實他們心中都在堂學 真的心中都在堂學 而且 林萬億講那種話 我認為說 真的實在是 刺激到他們 不知道要如何是 我一直認為說 因為政府 你當初 給這些軍公教 就是要有一個信賴的保護措施 甚至於啊 法律也不能受其既往 因為法律 你要受其既往的話 法律就沒有安定性 隨時可以變 但是民進黨 硬是啊 把這些過去已經退休的人 他就受其既往 以後 就年紀一直砍一直減 所以說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情何以堪 很殘忍 我認為說 一個國家 一個領導人 最重要 你是拚經濟 你不是拚 每天 來這裡撿那裡審 然後亂發錢 因為 你看全山建設 花兩千多億 在那個軌道建設 那個錢是投到大海裡面 輕軌的這些建設 另外 他要推那個風力發電 離岸風力發電 要花兩兆 那個也是錢投到大海裡面 然後跟對岸對立 然後再來買軍購等等 可以說這段時間來 民進黨實在是 靠著人多 然後靠著他們 在立法院優勢的表決 可以說為所欲為 人民應該要覺醒 像這樣的政府 再讓他下去的話 我們整個國家真的沒有未來 我們要為我們這一代 也要為我們下一代 所以說我們絕對 繼續來力挺 這些軍公教 因為 我認為他們 受到很大很大的委屈 以上 我來跟大家報告 我們經過這幾個月的時間 跟八百壯式的公教團體 我們心結合在一起 我們了解他們心裡的苦 也了解他們心裡的怨 我也在這邊會要跟我們黨團來建議 兩年以後 如果我們把政權拿回來 我們把該改的通通把它改回來 好 兩年以後 我們把政權拿回來 把該改的通通把它改回來 好 欺負現役 欺騙現役 欺騙現役 錯誤連改 動搖軍心 錯誤連改 錯誤連改 動搖國本 動搖國本 錯誤連改 錯誤連改 絕不背書 絕不背書 錯誤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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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負責 蔡英文負責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